日記錄 李宗盛 日記錄 這是什麼股? 六成管理控股 物管股 物管股 整個板塊在這陣子好一點 除了地內房股的走勢 回穩一點 物管股又跟着向好 雖然盈利來源不完全相關 一個是管理 一個是地產發展 或者賣樓 一個是管理 收管理費 收入雖然不完全相關 但是走勢往往都是相似 最近隨著內房股 有存定的即上 連密管股 也有些反過來的勢頭 看到這隻六成管理控股 更加是發得比較強的股份 因為很多密管股 反過來都是在這些位置上 這些都是在試圖做的小生體 很多密管股都是 但是這六成已經不是了 你看到已經突破了頭肩底 肩 左肩 頭 右肩 破了 而且今天就破了這條 頸線水平 還有高點 因為頸線應該斜直地上 就標準一點 方便說這樣就容易看一點 破了這個高位 四元左右 四個零二左右 成交呢 過去兩天就明顯增加 走勢 有轉強的跡象 上升動力是不錯的 所以有潛力所在就在這裡了 因為突破了頭肩底 整個板塊的走勢 都向好一點的跡象 因為大家憧憬 內地對房地產業的監管可能會有些放寬 所以對於有關股份 其實氣氛是受到刺激的 所以這個有潛力的 代表的股價就升破 經常說的了 升破頭肩底頸線 有很多時候會出現一個回市後抽 特別是今天 升約10% 市回軟1% 反而升約10% 徵逆市升那麼多 有可能會出現一個 急升回市後抽 逼近前浪 這個前浪 頂支持又可以 你說頭肩底 頸線都可以 逼近四元的水平 可能去到4.1% 或者樓下 就可以留意一下 薄它 陪市後抽完之後 再向上走 就完成這個頭肩底的量度升幅 這個量度升幅也有些水平的 有些水位的應該說 這水位是一元的 如果照度上去可以度到五元 都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洩位 就可以放在這個 右肩水平 最大度軟弱一點 比較大風險一點 如果太大風險了 就可以放在20千線 這兩位都是一個 指示位或者風險管理位 一個參考水平